我支持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那张截图不是我儿子 不知道又是谁在弄我 你们不要去相信别人的话 我这个立场永远不变 我绝对不会因为在大陆生活久了 我就拼命地吹大陆 然后压台湾 我一定里两面都看到它的优点 当然也都有缺点 我们又不是正论家 你谈这个 我们两边都感恩 中国直播主辱华 艺人李立琴也怕辱华 或许是70岁动作看喊班 晚了一个月才跟上盖板活动 还因为在访问时 一局打仗会死守台湾 把中国小粉红整碎了 万一有战乱 像我们这种人 都是死守台湾的那种 这个死守的意思不是说到时候我还得拿枪 我连个棍都拿不动 我的意思说我跟我老婆就要死守故土 我们不会把房子卖了 抱着钱去移民去 都愿意老死在自己的故乡台湾 没事没事把风向掰回来一点儿 没想到21号儿子李源泰又坑跌了 入网疯传这篇铺浪发文 去XX共产党会配合你们 是因为江湖斗意 不去拖累那四部还没上映的电影制作方 而不是真的怕你们 要帮你们维稳那个被军演戳破的纸楼虎形象 李家永远反共 该账号还在留言区跟网友对更 李立群是我爸 李家永远都反共 该账号曾经贴过李源泰的自拍照 因此被认定就是李立群的儿子 小粉红于是再度炸锅 你骗我 你从头到一直在骗我这个大骗子 你敢出我 你再出一次看看 你 OK OK难道营地人在草营心在汗 从头到尾都是高级粉串吗 今天我要在这里严正的声明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两岸一家亲 完全主张要统一思想 万一有战乱 像我们这种人 都是死守台湾的那种 坚决地主张要台独思想 那张截图不是我儿子 不知道又是谁在弄我 你们不要去相信别人的话 我这个立场永远不变 你搞得我好乱 李立群是什么等级的影帝啊 他才消灭吗 你说少了吧 你们真是太侮辱人了 前两个礼拜发了一则视频 我认为对当时的李立群事件评论 还算公正课问 结果全网视频居然被结局到下架 我轻易地一直申诉 神秘举报我的人 叫做李源源 跟李立群的女儿 同名同姓 李源源你在举报啊 端起碗吃肉 放下碗骂娘 竖点忘祖 说了就是你们这几个 李家不孝子孙 不配进入华夏宗祠 你伪装了二十几年 赚够钱了 现在终于现出原型了 干了一辈子活全是演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